會不會換人啊 蔡英文曾經一度說 他要調整戰狀態 那他後來之後又不了了之 起碼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聽到有任何後續的聲音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令人無法接受的一個決策模式 就是說你要換指揮官 那你大家馬上想到的 你只有兩個人可以換 一個叫陳建仁 一個叫賴清德 因為他自己下來了 對 除非他自己嘛 那你到現在 你還是因為賴清德 你不信任他 你在政治上不信任他 所以你不讓他來做指揮官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讓人家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好 你不信任賴清德 陳建仁的個性在這個時候 如果他不願意或扛不起來 因為太軟了 太溫了 那你蔡英文就要自己跳下來扛啊 你又不敢跳下來扛 你又怕你躲在第二線 第三線 你就已經傷痕累累 跳到第一線死更快 所以只好繼續讓陳時中啊 因為陳時中雖然他整個像這個 自由落體式的威望的墜度 但他在民進黨的支持者裡頭 還是支持度很高 是齁 就是你看到這個政府 他已經是整個人性的扭曲到 他只要剩下政治算計 而不是說我今天防疫 怎麼樣做是最好的 這個從來不在他的優先順序裡面 其實我很早很早就講了 陳時中他可以負責抗疫的部分 但是搶購疫苗 這是另外一個專業 你看新加坡 你看以色列 你看很多的國家 他都是由他的領導人 率領一個專業的團隊 買疫苗是一種專業 不是隨便買東西啊 陳時中是根本不懂的 他是由人家都是由國家領導人 率領一個專業的團隊 到處去下訂 怎麼樣用各種的方式搶購 我國家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樣的條件 去跟人家談判 但是台灣從來都沒有 所以我們很早就呼籲 其實台灣醫界也很早就呼籲 胖逆用陳時中來 但是疫苗的搶購跟注射 應該要另外組一個國家隊 要由蔡英文或像賴清德 這樣層級的人來領導 他們從來都不把他當回事 而且你要有一個小組 去研究那些發展中的疫苗 誰才是厲害的嗎 對啊 他都不做 奇怪 我覺得陳時中 他的能力 他的精力 他的心力 已經遠遠超出他的負荷 你看他最近其實都神情非常憔悴 然後壓力非常大 非常的疲憊 所以他是有限的嘛 那你現在不能夠只因為說 他還有剩下民進黨所有政治人物 裡頭最高的威望 所以就只好讓他當 其他人都不能夠上場 台灣這麼多的專家 那一些因為你蔡英文掛罐求去 這些中研院的院士 你照理講國家領導人 他是中研院 中研院是直屬總統府管的 你照理講總統應該親自 去見這些中研院院士 他是國家最重要的科學家 他是國家最重要跟疫苗防疫 有關的科學家 他現在對你的防疫過程有意見 照理講今天蔡英文 他應該很謙卑的 去拜訪中研院院士說 你們在這整個的審查過程當中 是什麼樣的政治壓力 讓你覺得你不能夠遵循 你的科學良心 我今天總統府做錯了什麼 說錯了什麼 他應該要非常開誠故宮的 去跟這些中研院院士交換才對啊 那我像到去年的時候 那個美國的畫面 一邊是佛奇 一邊是川普 你看那個川普政治指導方釐 荒腔走板胡說八道 佛奇在旁邊不動如山 堅持到底 最後大家都知道要聽佛奇的嘛 聽川普就死很慘了 所以現在美國活回來了 在台灣也是一樣 你要聽科學家還是要聽政客的 那你今天作為一個蔡英文 你最起碼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都不願意跟科學家對話 只因為他挑戰了你的政治權威 你何其的威權 一點民主素養都沒有